炎炎夏日食欲不振 不妨选择辣味的料理来开胃 以川香料理闻名的大地酒店 起源一号 主厨精心设计了食道 以辣味为主轴的料理 包括了香菜经典剁椒鱼头 以及辣的甜点 花椒盐卤豆腐脑 要让韬客们品味最道地的川香风味 充满胶质的鱼头 搭配上餐厅珍惜的鸭香宝剁椒酱 看起来红通通的剁椒鱼头 是香菜经典 特色是吃起来是又酸又麻又辣 而它的酱汁也不要浪费 搭配手工面线也很好吃 因为我们的面是不加甜颊 我只有放盐 所以吃到后面 它是自然的甜味跟香气 像我们这个有客人吃不完 像那个寿司打包回去 我们建议他回去自己卤豆腐 还有是下一点蔬菜啊 菌菇类的去弄一弄 也是不错的一个料理 麻辣的甜品您吃过吗 这道花椒盐卤豆腐脑 手工豆花添加绝饼 芋头紫山药等食材 吃的时候淋上用两种花椒 和红冰糖熬制的花椒酱 吃起来麻跟甜味在口中融合 碰撞出绝妙滋味 我们用两种花椒 去熬制的一个甜的花椒甜酱 花椒我们经过我们的调制之后 适当的一个比例 那你可以吃到花椒的香气 那还是可以品尝到花 那个豆花它原本应该该有的一些豆香味 主厨精心设计的还有这道小炒黄牛肉 先爆香辣椒 葱 姜 蒜等调味料 接着倒入不放蛋液抓烟 能够吃出原味的本土黄牛肉 大火快炒几下 远远吸一口就闻到呛鼻香味 大地酒店前一号以川香料理闻名 这回在炎炎夏日里推出以辣味为主轴 精心研发的食道私房料理 今天的主题档是以辣菜为主 那我们一共新换的菜单 有超过30道的新菜 那今天在这边展现虽然是只有食道菜 但是我们认为它是最能够吸引客人 然后展现辣菜的特色的 夏日食欲振兴就靠这一位 正所谓四川人不怕辣 湖南人辣不怕 主厨精心推出的川香料理 每一道都让人惊艳